相信大家都有过很多不可思议的事 要是相信几头三尺有神明的朋友呢 这个视频可能会非常感兴趣 怎么样说呢 大家都听过那个观音显灵吧 在网上我去找找我们凡人画的画像观音 全都是以成年人的身份视线的 根据佛经普门品说 观音可以有33种视线的 刚才我说了在网上去搜的时候 所有那些画的观音画像都是观音成年的 但是观音菩萨还可以以同子跟同女生视线给我们看的 但是呢那个电脑的资料呢就没有画观音同女生的画像 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真真真的实相好像也没有记录下来 也许我是浅漏之见吧 暂时呢暂时呢我还是没有见到 但是呢在清明节后的三天 我就有缘拍到观音菩萨以同女生现世给我 我就非常感恩我就写了这首打游诗 大家可以看看我拍到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那这个是观音菩萨第一次以百亿大师现世 这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清明节后在4月8号观音菩萨以同女生现世 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想法呢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呢他观音菩萨那个信息呢已经非常清楚了 大家可以看见这个我们说他是少女吧 那少女呢他的腰部有一个三角形的布料 那种天空蔚蓝色的颜色呢相信大家也会接受 只有少女呢在专用吧才选用 年纪大的男女呢或者少男呢都不会用这种蓝色的 更不可思议的呢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个三角形对上的衣服呢一部分呢那种透视 哦真的美妙的不得了 人根本是不可以做到的 另外一点点呢就是说少女呢这个是我从网上收到的 少女呢他们古代那个少女呢就用这个双压剂 大家可以看看他就有这个双压剂 这个是另外一个信息就还有呢他也是吃猪没有穿鞋子的 还有呢他的身体语言呢也是很愉快活泼 这个青春少女的形象啊从几个方面来讲呢是已经足够 特别是那个三角形的布料已经足够点进是少女了 啊观音以同女生显现啊这个就是我提的打游诗 我说三上现世是观音因为可以显身以三十二或者三十三种 视线松子求财入中心一般都说是松子观音啊或者求财观音啊 啊熟生熟生姻缘同女见啊习惯照片抄王金这种这张照片呢比王金还有更贵 啊我的落款呢我就是说那这个就是我写的书法 啊我的落款呢我就是说呃观音 显明显明天相以同女生四五十相好像没有人拍过也没有见过清明后三日拍的 显明显明天相以同日拍的 时间就是 二千十九 几海清明后五日 这里呢我就多加了 一点呢就是说 木手焚香 晶蹄 从我的角度呢 这个应该是非常 难得 珍贵的 观音与 菩萨与 同女生 视线的 大家可以再看一遍 看认同不认同 这个就是我家的天空 全年第一次 这个是第一次显泥 这个是第一次显泥 这个是清明前三日的显泥 大家再看一遍 那个少女的显泥 像不像 接受不接受 我刚才已经说了 它那个三角形的布料呢 已经是点金了 还有那个少女的发饰 头发 好 谢谢大家欣赏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